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谈这个根器 我们很晓得根器有三种 一个就是正的根器 一个是特殊根器 还有就是破的根器 根器也可以讲是法器 比喻以前师父经常拿一个碗 这个碗是正常的碗 我们师父教他东西 就好像倒牛奶 倒碗里面 倒下去的时候 每一次倒一点一点一点 到最后他就会满了 这个是属于正的根器 那么一种就是特殊根器 他前世已经有修行了 所以他的碗可以讲已经快满了 这师父给他倒一点牛奶下去 他就满了 这个是属于特殊根器 还有一种就是破根器 就是这个碗本身底下一个洞很大 这个牛奶瓶那个口还小小的 倒下去 根本就有道等于没有道 一倒下去 他就从那个碗 他就 就漏掉了 这个我们就称为破根器跟破法器 那破法器永远是倒不满 怎么样子让他满呢 那就给他补啊 就要补起来 他才能够存 存起来 我们晓得这个六祖废能 禅宗六祖废能 是特殊根器 他一听到这个人家送金刚经 他就很感动 他去找五祖红人 也不过待在那里一段时间而已 所以五祖问他 去看他 到那个煮饭的地方去看他 说米熟了吗 六祖回答说 米早就熟了 就等着塞 他这个就是残语 这几句话就是很简单的残语 他半夜传他法 传完法就叫他离开 传了医婆就叫他离开 所以他是属于特殊根器 他不过在那里八个月而已 另外日本空海 他本来他就修密教的 他已经修的已经快要满了 到了中国大陆 西安 这个惠国老和尚那里 那个老和尚一给他指点 他就满了 这个也是属于特殊的根器 这个都算是特殊根器 所以有时候 这个 也不要讲说特殊根器 这个 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快有成就 为什么那么快 他们的这个成就会那么好 因为他本身 在轮回的前世当中 他们早就修行了 早就修了很多事 包括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他自己也是修了很多事 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本身 就是前世的那一种 本身经 往事书 他有很多很多的往事 都是在修行 直到佛陀的 西达多太子的那一事 他才成就 这也不能讲他一事就成就 他也是修了很多事才成就 所以一个成就者 有所谓的正 那么有所谓的这个 特殊 那么最后呢 这个破法器 破根器 也很多 我观察也很多 这些破法器破根器 就像那个 就像人家讲那个月亮 月亮 像月亮一样 这个初一十五就不一样 初一十五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他不能够恒久 他有真真啊 有简简 有真真 有简简 人心如潮浪啊 就跟潮水一样 有高峰啊 有低谷啊 所以这个恒久行真的是很重要的 我们常常讲那个虎头老鼠尾 虎头老鼠尾 老虎的头啊 但是他的尾巴是老鼠的尾巴 就是到最后啊 就留位 台湾话讲溜位 就是说跑啦 溜啦 本来开始啊 他皈依生活中很热心的 很想学法了 一阵子以后 他就留位 留位啊 留位他就没办法 所以一般来讲破法器啊 破根器是很多 破法器破根器是很多 是很好的生活密法 但是你要很久修啊 你不是特殊根器啊 你不过是一个正根器而已啊 正根器啊 还要好好的扶持啊 不能让它破了 一破掉以后啊 你这一世破了 下一世可能破的洞更大 越破越大的话 牛奶就永远灌不满了 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比喻啊 这个碗啊 跟牛奶啊 这样子倒啊 都是一种比喻 但众生的心性呢 真的也是在轮回 我看啊 我看啊 这众生的根性呢 都是在轮回 这个很热的 会变成很冷的 那么这个像这个太阳啊 升起 太阳也会落下 所有的潮水啊 也会上涨 也会下落 春夏秋冬啊 也会轮回 树叶会清脆啊 也会黄 也会飘零 那么花会开啊 也会泻 人身体啊 会健康啊 但有一天 也会被衰弱 很强的势力啊 有一天 也会变成弱势 本来不戴眼镜的 现在都变成很有邪问 都戴了眼镜 人生的状况啊 由年轻啊 一直到衰老 也是一种轮回 所以如何啊 保持你这个修行的 这个清静的心 恒久的 永远像出发心一样的 又有长眼心的 这样子修行啊 这种法器 这种根器 才能够成就 特殊根器很难找 但是至少呢 我们要一个 像一个正根器一样啊 永远能够很久 然后要突破 在一段时间保持了以后啊 会觉得很疲累 但是你要突破这个 这个疲累的这一种状况 能够更加去精进 所以六菠萝蜜当中啊 有一个精进菠萝蜜 有一个精进菠萝蜜 你能够永远保持精进的去修持佛法吗 这个就是很大的邪问 你能够精进菠萝蜜 你就能够得到 知慧菠萝蜜 知菠萝蜜 你就能够得到 有精进菠萝蜜 你才能够有智慧菠萝蜜 今天讲到这里 哦把你们看完 谢谢大家